诈骗集团看准学生无卡贷款合款容易 就用老鼠汇的方式 先鼓吹学生买手机电脑等 再以无卡分歧诈骗 不但最后东西没有拿到 还要被融资公司催债 受害的学生多达200多人 虽然嫌犯被抓 但后续这些学生陆续接到了融资公司催债 台中市法治局也介入居中协调 看看有什么办法能够减轻学生的负担 市府集会堂前一共近200名的大学生 他们全都是被追债要求要还款的 法治局特地召开协调会 希望能帮忙争取为他们减轻负担 原来他们都是受害的学生 因为误信了照片集团 以无卡分歧的方式买手机3C 以为只要交出产品就能够获得5000元佣金 不用支付分歧款项 卖出产品还能抽成 介绍人还能获得3000元的人头费 但学生签下本票后 结果后续分歧没有缴款 却被融资公司开始追债 有请资荣公司跟通讯行做部分的赔偿 资荣公司做让步 所以这个金额有比学生预期要缴的金额有稍微调降 按照之前那样子的话 就是我觉得压力也蛮大的 负担也蛮大的 可是今天这样子的话 我是觉得还可以接受 6万吧 然后现在调节完是1万6千多 根据了解 一般大多数人都贷10万 但金额最高的有贷到30万 有的学生还为此特地去打工还钱 希望市府能够介入协调 尽快让这件事情解决 让学生能安心上课 借讲刘其宇台中报道